我們就點背景 OK 所以它有四種樣式可以選 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到博之解說 今天來給各位介紹什麼呢 今天來給各位介紹 各位知道 我們的這個車機 這個背景其實是可以換的 OK 就在我們的下面有這麼多 你就選設定 設定的話呢 先不要找到一個東西叫做顯示 Sync 3基本上應該也是有 因為我這套系統是Sync 2.5 中階的 中階是沒有導航的 OK 中階跟入門款都是長這樣 那Sync 3我原則上應該也是一樣啦 那我們選顯示 好 到這顯示之後 你就會發現有一個叫背景 我們就點背景 OK 所以它有四種樣式可以選 第一種就全黑 第二種呢 是帶一點這個圓圈 OK 然後又有點模糊的樣子 第三種是這個線條 我們來看一下效果怎麼樣好了 這是線條 OK 這是第三種 那如果你選第一種的話 我記得剛交測的時候 好像都是這一種 都是這一種 OK 那我們來看第二種的話 就是我剛才給各位介紹的 這個 這是第二種 OK 有很多圓圈的樣子 那最後一種呢 最後一種的背景呢 是這個全藍 深藍色的 OK 總共有四種樣式可以選 然後各位就可以自己玩玩看啦 那這個模式的部分是什麼呢 就是可以 它可以分白天夜晚 白天夜晚 白天就是全白的嘛 然後夜晚就晚上 那我像我自己調自動 OK 自動 好 那原則上它就是有那個Sensor嘛 它Sensor可以偵測說 現在外面的 外面的那個亮度夠不夠 其實它其實就是跟這個一起同步進行的 就是這個Auto 當我選到Auto之後 它就會有Sensor 偵測說現在外面的環境狀況 如果是地下室 或是如果是晚上 如果是山區 它就會亮 它就會變成那個亮燈嘛 那亮燈的同時呢 就是代表夜晚 那夜晚它就會變暗色系 那白天的話就是用 變成白白色的嘛 亮色系 OK 好 那這是簡單背景的介紹啦 OK 好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右邊的訂閱 以及觀看左邊的其他相關內容 好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